太多地方要改善了 包括那个地下的水沟 都从来不清的啦 你站着看你闻得到臭味吗 完全不清啦 这改善地方太多了啦 2022高雄市议员选举 依照目前人口数推估 在钱金、新兴、林雅区人口减少的情况下 议员席次可能会再少一席 根据高雄市政府人口统计资料显示 目前钱金、林总人口数为24371人 若人口再持续外移 未来将会对议员习次萎缩造成威胁 随着选举时间逼近 我们这次来到林雅区的星光悬岸公园 及诺贝尔关海大楼 针对林雅区议员满意度调查 接访民众进行民调 我们先来看看 大家对于林雅区还有哪里需要改善 有什么想法吧 说实在话我觉得很好了 当然障碍还是会有啦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区块里面 这个算很好了 可是其他的地方例如说像有的公园 还是有点脏 对那因为我有养狗 我希望其实环境的部分 还是需要再多加强一点 还有我觉得人民的那个 嗯再将心比心一点 因为烟蒂啊或者是檳榔渣啊 这些其实就不要乱丢 因为要不然狗他会去吃你知道吗 对所以像有时候他们吃到 我们都很担心人民的素质如果能够再提高一点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缺少青子公园吧 不是这种公园 我讲的是那种小孩子可以玩的游乐设施的那种青子公园 这边缺青子公园 然后那你平常会带小朋友去哪一区的公园 我都跑到屏东去呢 人家屏东青子公园做得很好耶 然后再来我会跑到那个福山公园 我为了带小孩去我要跑到那个龙总那边有一个福山公园的青子公园就跑到那边去 你鼓励森林你就要有一些适合小孩方便的地方 没有一条路是平坦的很顺畅的让一般的行人拖着一个行李去走 所有的骑一楼跟道路根本都从来没有重视行人的权利 你从山多路从头走到尾 你有哪一个地方骑一楼也好行人道也好 可以很安全的走 路上行走的安全到现在为止 也没看到哪一个政府 真正的很关心这个事情 到现在我走山多路走了几十年了 还是一样的烂 太多地方要改善了 包括那个地下的水沟都从来不清的啦 你看看你现在走到那个新观山业 你那个麦池的文恒路你走看看 你站着看你闻得到臭味吗 完全不清啦 这改善地方太多了啦 臭死了你不要关上你现在走这一条走看看 这个市长不是在做什么不晓得啦 施甲庙那边的活动太多了 很影响居民的一个生活品质 拜拜的那个地方都会烧纸钱 对整个空气品质真的是很不好 在林雅区还有哪里需要改善的部分 民众表示有些公园环境脏乱 水沟散发异味 道路不平整严重影响行人权利 还有某部分区域的庙会活动过多 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安宁及空气品质 那你有感受到林雅区的艺人有在为民众服务吗 没有什么感觉吧 没有什么感觉 对啊 这些建设我也不知道是谁推动的 反正就没看到啊 像这个沿路新光路走来 那个新光路那么漂亮啊 结果也没有很好规划啊 都是一些枯草枯叶啊 然后那个砖头也都不平啊 其实我觉得那么长的新光路那么漂亮 可以去做一点点规划吧 我是都叫李小姐嘛 李小姐好有才好 所以艺员没有感受到就对了 都没有 有 但是其实说实在话我不太清楚他们做了什么 但是我有做过一个艺员他是国民党的 因为他们有在帮学生去做一些线上的一些 例如说Scratch或是什么 他会有一些免费的课程 我倒是觉得这个艺员让我比较深刻印象一点 那真正林雅区的艺员做了什么 这点我倒没什么印象 因为可能跟我的生活没有很息息相关 我也没看到 对 也许他们有做 可是我可能我不太清楚 做什么 没看过啊 这个是多久的 民进党时代执政到现在这么臭啊 我看谁又臭咧 不轻咯 我觉得我们的里长比较好耶 对 艺员还好吧 艺员 不晓得 现在 比较没有感觉 没有太大的感觉 呵呵 而在林雅区市议员满意度的部分 受访的民众表示无感 对林雅区的议员没有印象 认为比起议员 还更能感受里长的热心服务 那你会希望这一批议员维持 还是可以换人做做看呢 当然啊 你没换人没有办法改新啊 永远就是那几个在那边轮流啊 新一代的可能跟我们老一辈不一样啊 而且你知道这个南部地方 已经生历的很严重了 其实讲真的每一个人都有好有坏啦 最起码这个空气太不好太臭了啦 你不要说是疫情 你没疫情也要戴口罩啦 可以换换不同的人啊 如果除非说他们有提到一些很好的一些政策 要不然其实我觉得偶尔换一下 其实没有不好 做态度总是会有一种 就觉得我就是做久了 那是不是就没有人来跟我竞争 其实这样子好像也不太好 继续做还蛮可以的啦 有没有继续做 我觉得不管是谁好像也都无感吧 我觉得高雄是有进步 但是我不知道这些进步是议员的关系 还是本身可能政府现在就是比较重南部有在做计划的关系 最后在是否希望换人做做看的问题中 大多数民众表示希望可以换人服务 因为服务无感 基本的也没做好 可以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此次街坊结果 多数民众不清楚临雅区议员的服务内容 也认为某些区域的土地若好好规划 可以造福更多居民 可惜了这片土地 想看更多街坊民调请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啰